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我手里是一盒 我去年买的据说是美国特种兵所使用的防水防风火柴 它的这个防水防风性能 我去年就已经测试过了 的确是名副其实 这火柴就长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粗壮 一根底十根 价格也非常的美丽 一根差不多就要一块钱 在去年我尝试过把这个防水火柴点燃 然后放进酒精当中 结果酒精是并没有被点燃 那么今天我打算把这个操作给它升级一下 我们把防水火柴点燃放进汽油里面看看会发生什么 不过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演示一下这个防水防风火柴的性能 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并没有看过我去年的视频 我演示给你们看一下 不对 操火柴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这样 对吧 倾斜45度向下 不知道为什么点燃 我们换一看 终于点燃了 是吹不灭的 无论如何它都不会灭 即使是放在水里它也不会灭 忘了倒水 搞错了 再来 我们即使是把它放在水里它也不会灭 看一下 不对啊 这是过了保持期吗 翻车了翻车了 居然灭了 这一次我直接用打火机吧 我等它燃烧充分一点才放进去 好 放进水里 它现在不停地在冒泡我拿出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打出来之后它也重新开始燃烧 我们即便是把它埋在沙子里面 再拍几下 当我们再次取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能够燃烧 好 以上就是这个防水防风火柴的使用效果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接下来的实验 毕竟我又没有掐这个防水防风火柴的饭 我怎么接忘了呢 咳咳 毕竟我又没有掐这个防水防风火柴的饭 这下够鉴定吧 这是一杯汽油 是可以点燃的 这里配一个营销号专用BGM 这样营销号在盗取视频的时候 连BGM都不用换了 非常的方便 对此你怎么看呢 这个火柴只燃烧了四分之一不到就熄灭了 刚刚这个汽油虽然是被点燃了 但是是在火苗接触到汽油表面的一瞬间给它点燃的 并不是靠火柴在汽油内部燃烧而点燃的 而且防水火柴在水中是不会熄灭的 在汽油中反而是熄灭了 那么我打算再试一次 并且在火苗接触到汽油表面的一瞬间 汽油被点燃了之后 再把汽油给它熄灭掉 看看火柴在汽油内部燃烧 能不能够将汽油再次点燃 汽油并没有被点燃 而且这个火柴又没有完全烧完 好吧 防水火柴放进汽油里面是可以将汽油点燃的 但是点燃的方式是火苗接触到汽油表面的一瞬间点燃的 依靠防水火柴在汽油水平面之下的燃烧 是不能够将汽油点燃的 也不会发生什么震撼的场面 比如说爆炸了之类的 那么在视频最后再重申一下 这个操作还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汽油物模仿 危险的事情就由我来做 你们负责看和讨论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奇思妙想或有趣的东西 可以通过私信或者评论分享给我 我会尽量给大家实现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评论转发 还有投币 我们下期再见